文革时期的老式便携磁石电话机 咱们体验拆解 简单看看结构 首先是热塑性塑料外壳 左边呢是个手柄 听筒麦克风握件 通话的时候呢需要按住 大概一米长的电话线 这个并没有螺纹 上盖上面呢有使用方法 型号以及电路图 三枚接线桩 测试按键 左侧呢需要放入两节一号电池 最有意思的是侧面有个摇霸 接下来咱们准备四节一号电池 然后将两组画机呢 用导线相连 这个有效距离呢是21公里 摇左面这台 右面这台呢就会响铃 摇右面这台 左面响铃 按住中间这颗键子 就可以接通 它的通话呢利用的是里面两节一号电池 对你说话就行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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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呢这两台画机你只要按住这两个键子 就可以通话了 这个摇铃呢只是为了呼叫对方 你的录像 嗯我听见了 嗯我也听见你说了 两台画机呢距离太近了 根本没有岩石 咱们出去试一下 说话 给我备手骨石 体验完成 接下来咱们拆解 首先拧下摇瓣 摇瓣 现在可以拿出机芯了 机芯 这里是个发电机 接线装 电池舱 发电机上面是电铃 我上小学的时候呢 学校就是这种电铃 里面有一只交流电磁线圈 下面还有一个放电管 第一次建这种放电管 然后底部 电路板 三颗电阻 四颗电容 还有一只混合线圈 线路上面呢 还有绑带 短接 加以线装 按住测试按键 可以启动自身的电铃 用电钻试一下 拆下发电机 看一下 发电机拆出 上面有个切换开关 发电机侧盖 这里呢 这里呢 是一个极的输出 通过这里 顶到这里 另一个极的输出 顶到这里 拔出转子 转子线圈 两个输出呢 连接到两侧的 同头 定子磁石 磁力不是很大 好 焊接装回 机芯之后呢 咱们再看一眼 画筒 首先是听筒 电磁听筒 84年生产 这个还比较年轻 可以看到震膜 里面有线圈 电磁 送花线 里面同样是有震膜 线圈 不过这个是接触上的 并没有焊线 结构看完 非常简单 神奇的老式电话机 给你 谢谢观看